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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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这人的这个天性里面有一部分很残酷 比如说你看到有个人骑个脚大声 哇 甩了一脚 看着好笑 哎呦 好好笑 然后你看到人家不留神 闯了个祸 或者两个汽车光装在一起 先一个反应是笑 这个电视工作者就针对这个 就特别做的爆笑的节目 常常很多 有的走那个 用那个滑轮的 有的是这个骑脚大车的 有的骑马的等等的意外 把它简介在一起 成为一个节目 看的时候 当时觉得好笑 看看看看 节目没有完 我心里都觉得 这不对 我不鼓励这样的节目 我不是当事人 没有摔跤 有的时候看人都走在那 一路摔过来翻过来 到哪为止 他后头不拍了 后面也许受伤 也许受了一辈子伤 也许这个生命上都有危险 但是他只拍到那一段 他觉得可笑 观众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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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人 残酷的一面 所以因此我要想啊 人多透过了圣经的真理 好好的思索的时候 看事情 也许你一时不知道 马上进去以后 你自己知道了 什么该进队 什么事情是该做 或者不该做 或者可以看 或者不可以看 真的是这样子 别人受罪 痛苦 受伤 生活死亡 我们在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 但是他前头造成的原因 让我们看见了 我们在笑 我们在笑 后面那些人 他们是怎么过 他们的家人怎么过 我们完全都不在意 所以我说 真的 当我们自己在看这种节目 是吧 自己好好反省一下 这节目值不值得我们看 上帝赐福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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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